飞碟播放飞碟早餐 我是人家的民國111年 2022年9月21號星期三 921 921番在哪一年 1999嗎 不是那是911 我跟你講你真是 2011 我在不應該問你 當我問你的時候 我就讓人家都看穿了 那沒關係 我又不是第一天丟臉 可是人家 人家 因為我對外都說 沈云中是我的師父 是無所不知 無所不能全能的事 那本來就是假話 就讓人家拆穿就好了 921是在 921在1999年 沒錯吧 你剛剛講的是對的 可是你看這個表情害我 沒有我覺得 我本身驚訝 哇你知道喔 對因為到921的 這天的時候 生活在台灣嘛 因為他畢竟是我們 我們這個世代所經歷的 最大的災難記憶 是 而且這個災難 徹底扭轉了 我們對地震的感受跟體驗 對然後包括 包括房屋建築的標準等等 或者我們這代人的防災意識 大概都改變了 好那因為921畢竟 那是非常非常震撼的一天 好但是無論如何 就是今天這一天 那除了哀悼以外 也提醒了大家 對防災意識呢 要提高生活在台灣 就是一個天災的體驗影 我說天災就是颱風 地震 甚至住在我家附近 我現在都擔心火山爆發 因為我每次看著我們家 那個大屯山 我就覺得他蠢蠢蠢欲動 我覺得你還是快搬走 不要害你的鄰居 我跟你說 我是說真的 因為一般人不太會像我一樣 比如說我到陽明山 我到那個 到小油坑 小油坑你知道嗎 就會冒千里 小油坑大家都去看風景 去看看那邊地熱 走一走拍拍照 我都會注意他旁邊的那個 那個就是說 他有一個 他有個那個 對那個地層的 那個變化的那個儀器 在旁邊 然後想像說 會不會就在這一刻 對我都去看一下說 他最近有沒有什麼變動 那因為住的很近嘛 所以你就會 你就會不斷的去關心 就是說 因為他畢竟曾經是火山 是 尤其我 現在也只是修火山 以前大家覺得他是死火山 但現在是修火山 因為你從大屯山山脈一直往 我過去講釣魚台 釣魚台是幾個小島非常小 我說如果你把東海的水抽乾了之後 釣魚台跟大屯山七星山是同一個山脈 它是同一個山脈延伸出去的 在地底在海底下的部分 一些的火山的活動都還在進行 科學家也都不發現 所以你千萬不要以為大屯山七星山是死火山 沒有 那他就是同一個山脈 所以我們就坐在那邊的時候 我們就看著那個山的時候就這樣 然後就很就很恐怖 所以我現在看大屯山七星山也覺得很恐怖 好 算了算 扯太遠了 好 從911扯到這麼遠 沒關係 因為最近地震真的大家要小心 對 好 那今天的禮拜三的時間 沈云聰的時間 來 今天從哪開始 我們聊幾個最近金融市場蠻多話題的新聞 首先第一個是以太幣合併的事件 以太方 嚴格來說是以太方 你有沒有注意到這個新聞 叫The Merch 我自從他 他自從整個比特幣跌到2萬塊之後 我就不看了 這個事情是發生在9月15號凌晨 美國時間 其實整個是金融市場都很矚目 你居然沒有發現到 Google都還為這個時刻去倒數計時 為什麼呢 主要是以太方 他背後用的這個區塊鏈 那他原本用的那個方式太耗電了 然後也太沒效率了 速度太慢了 所以他們現在一直在想辦法 要改進這個問題 所以他現在推出了第一波的做法 其實就叫做March 他推出了一個把過去叫做Proof of Work的這樣一個機制 改變成叫Proof of Stake 是什麼 待會需要解釋 我再解釋 總之呢 他透過這樣的一個改變之後 把原本整個以太方的技術等於說 換了一個心臟 換了一個心臟 那這個事件在過去這一個多禮拜 是幣圈大家最積極看的 因為他不但關乎以太幣 以及整個加密貨幣的行情 至少短線炒作的話題 其實他也關乎未來整個區塊鏈的演變 他會不會因為這個新的技術的出現 而出現更好的一個轉機 未來可以有更廣泛的運用 那當然如果他失敗就又是一切要重來了 所以這個有這個以太幣合併的事件 那大家如果平常之前沒有注意到 可以去照來看 好 那可是這個 因為屬於加密貨幣的系統 我覺得現在市市場相對也冷卻了一些 我們要講一下 就是當我們講到以太跟講比特幣的時候 他其實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比特幣基本上就是一個加密貨幣的概念 但是以太幣 他其實真正的精神在背後的以太方 那以太方做的不只是貨幣 貨幣只是他其中衍生出來的一個工具 或者說一個產品 他真正要做的 其實是要打造一個全新的網路平台 一個我們之前聊過的去中心化的 不像現在這樣中心化的一個網路平台 在這個新的去中心化 至少號稱要去中心化的網路平台上 大家可以重新的寫各種的軟體 做各種的應用 然後在上面 你不會有Apple掐著你的脖子 不會有Google掐著你的脖子 你可以所有的新的開發商 都可以有一個平等的出發點 所以這是一個號稱所謂的去中心化的理想 所以我們叫做第三代的web 叫web3 所以這是以太方想要努力的方向 但是這個當然從幾個五個後來變成八個年輕人 他們創業到現在 創業到現在為止還是一個非營利組織了 但創業到現在經歷了風風雨雨 可是一直以來都遇到了幾個重要的問題 因為我們剛剛講他要打造的是一個新的網路平台 但是他們現在用的這個機制 我們叫做Proof of Work的機制 也是叫做工作證明的機制 這個機制你要在上面寫軟體做各種的交易 其實你就需要靠不斷的挖礦 不斷的努力工作 那這個工作的證明來換取你下一個階段的活動 那這個每一次開逛 我們都知道它是非常耗電的 它是非常耗時間的 然後也因為大家都要不逛挖礦 所以速度就會被拉慢 交易各方面就會受到影響 所以以太方背後的這幾個年輕人 其實這幾年來一直在想辦法 要解決這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他們當然就很聰明 之前我們有聊過他的創辦人 那個當時19歲的V神Vitalik 後來就想出了這一個方法 就把原本的Proof of Work的這個概念 這個機制變成了Proof of Stake 簡稱叫POS 變成POS的這個概念之後 你外來就可以用以太幣 你在認證你每一個區塊的節點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這個以太幣來替代 而不用不斷的挖礦 不斷的挖礦 也就是說在不用挖礦的這個前提底下 哇可以省很多能源 所以根據以太方自己在網路上公布的 這個很詳細的說明 他們上面自己的估計 經過了這一次的換心臟之後 整個以太方 它不再像比特幣那樣的耗電了 相反的它可以節省高達99.95%的電 你可以想像這個是多麼驚人的一個發展 因為耗電這件事情是目前為止 整個區塊鏈最為人詬病的地方 沒有錯 你看像比特幣 我看到一個估計 他說比特幣它現在一年所要耗掉的電 整個活動等於 等於不是是超過了菲律賓 一整個國家上億人口 應整年所用到的電 所以你可以知道 這個給大家一個概念 加密貨幣這件事情 為什麼很多人到現在不敢碰 為什麼好多人到現在還是覺得 他潛藏了極大的風險 跟這個耗電的基本概念 這個我第一次也聽到 因為我們知道挖礦很耗電 但是會耗到這個地步 這還很難想像 那為什麼不把這些的挖礦的 就是說的礦場 礦機 把它移到比如說像冰島 這種就是說能源過過程的地方 現在其實幾乎都是 在美國在大陸在歐洲很多的國家 其實都是跑到水力發電 跑到電力管制比較中 然後發電電源比較充足的地方 你會看到那裡 都是滿滿的激房 其實非常恐怖 真的 OK 對啊 我就想說 這地球上面還是有很多電力過剩的地方 所以他們是 為什麼我們現在電力 不至於受到大的影響的原因 其實還在這裡 所以其實全世界 現在這些很聰明 很厲害的年輕人 都在搞這個事情 好我要進廣告了 不過因為跟菲律賓做比較是蠻精熟 你知道菲律賓有多少 菲律賓有上億人口 對啊 上億人口一年的用電 但是你比特幣去挖礦 當然顯示它有利可圖了 就是因為它現在的價格 你想一枚 一枚兩萬美元 OK表示還是有利可圖 所以還是有很多人會投入挖礦 那跟掏金是一樣的概念 它基本上就是在一個網路世界裡面在掏金 好那只要掏金成功了之後呢 反正你就你就你就發了 好但是剛剛我們沒有談到就是說 那這個以太方 畢竟大部分人對加密或貨幣 我想絕大部分人都還是冷感的 那到底這樣的以太方的合併 對於像你我這種人 會有什麼影響嗎 我們在乎的是這一部分 來進廣告 回頭之後繼續跟沈云聰聊 好 沈云聰的時間 剛剛我們講到就以太方合併 那他也在談就是說 這個區塊鏈以及加密貨幣的新新趨勢 以及在一個 在一個區塊鏈去中心化的基礎下面 對未來的網路世界的使用 跟運作的模式會有什麼影響 我老實說如果純粹談 談加密貨幣 大部分人可能會冷感 覺得他就這個話題 因為大部分可能沒有參與 對或者少 參與可能也絕對好困難 對而且而且老實講 參與的人大部分都很年輕 我覺得30歲以上他就是參與的 參與人就門檻 之後我遇到就非常少了 我是說真的 大部分都是很年輕很年輕的小鬼頭 他們的game 再來就是說參與的大概也都傷得非常重 在這一波他現在到了兩萬美元停在那個地方 我說他不是避險貨幣 他不是一個避險產品 他很明顯的是跟美元跟全球的資本市場同向變動的 資本市場好他會跟著好 他基本上面就是泡沫的一部分 好那但是以太方這樣的一個操作對我們的未來會有什麼影響 其實以太方的這個這個事情可以從市場跟從技術這兩個角度去看它 從市場當然是大家現在最熱門的意思在看各種加密貨幣的行情 當然這幾天這個自從他合併之後價格就往下走 待會兒可以講他為什麼他往下走 但其實在這一波之前 因為有這個行情有這個話題 所以在過去的三個月 大家如果去看的話 比特幣反正行情不好嘛 就跌了將近一成了 跌了9% 可是你去看 同一段時間那個以太幣是漲了32% 三成以上 因為他有這個話題嘛 所以這是短期在市場上可以這樣子看 不過一般人其實都看的是價格啦 看的是投資啦 有沒有機會賺一比啦等等 其實對以太方背後的這些年輕人來說 當然有一些還是真的就是在炒弊的 可是有更多的年輕人是在怎麼樣 他們其實在玩技術在玩研發的 他們一直在想辦法找到一個技術上的突破 可以讓所謂的web3可以在進一步的往前大幅的邁進 能夠真正打造出一個有別於今天網路的 一個去中心化的新的平台 你可以在上面玩game 寫game 你可以在上面寫各種的軟體做各種的事情 那我們先回來講最近的這一波行情 因為畢竟也是大家比較關心的 那其實因為這一波的整個merge呢 大概一年多前就已經開始在進行 所以市場上在裡面的人當然都知道 所以尤其是今年以來 大概知道的人都已經在佈局了 在佈局說你在9月中要做這個merge 但這個merge成不成豁富難料 為什麼 因為史上從來沒有一個區塊鏈 經歷過這麼大規模 它其實等於說一個換心臟的手術 而且還是讓你在清醒的時候換心臟 不是讓你麻醉的情況下 所以過程中如果有駭客怎麼辦 如果過程中出了什麼大的問題怎麼辦 所以以太坊自己其實也很緊張 所以那個Vissen他居然在整個合併之前就宣布 他要懸賞100萬美金 誰可以抓到bug我就跟100萬幫我解決這個問題 他願意出100萬來防止各種各樣的可能的風險 所以但即便是這樣大家也不見得確定的 所以就開始賭了有人賭他成有人賭他敗 當然你如果看我剛剛講 在過去三個月他漲幅是超過三成 也代表著大部分人其實看好的 其實是看好 但是這個看好還是要有分階段的 因為第一階段他一定是在他真正合併之前 大家看好所以會有一波的行情 但是這一整個利多會在他合併之後 不管成敗都會利空出境 所以其實也有人在之前的期貨單 就在下短期給他放空 為什麼因為不管好壞 壞當然就跌得很慘 出了問題當然是完全一文不值 但如果他過程中就算是成功的 大家鼓掌 其實預期心理已經完成了 所以他一定會出現一波的下的修正 但是在往下的第二個階段就很難講了 因為接下來如果他真的成功的話 也代表著未來的以太幣後世可期 所以也有人更長的是在放更多的單 所以這個其實是你在金融市場上 他們你會看到的這一波的 這個人家操作的方法 那當然現在因為他號稱在合併之後 可以更節省能源嘛 也因為他更節省能源之後 其實很多的這種大型的基金 這個大型的法人 過去因為限於什麼ESG啊 什麼環境的要求啊規定啊 他就不太敢伸手進來這個區塊 可是現在省電這件事情 已經給了他們一個很好的理由 所以像JP Morgan啊 他我看幾個法人也都預估 也許未來是可以伸手進來玩一玩的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以太幣未來 所以現在很多的話題 我也沒有答案啊 比方說他會不會取代比特幣成為币王 因為畢竟比特幣以他現有的技術 他不太可能做到今天以太幣做的這個事情 但其實最根本還是要回到 整個加密貨幣 他在未來到底還能夠玩什麼 就是我們之前講的 他為什麼現在大家跟他是很有距離 因為他就只是這群小圈圈在玩 然後一般人其實不熟悉 而且你不能拿他來用 但是加密貨幣本身 他其實也代表著一個數位貨幣的雛形 我們現在其實都在講 各國央行也都在研究 數位貨幣到底可以在未來呈現什麼樣的一個樣貌 其實現在我剛剛就在兩天八九月份 美國的財政部才完成一份報告送到白宮去 他幫白宮做什麼呢 去分析目前加密貨幣對總體經濟來說 所可能呈現的風險 根據這份報告我看到 他列出了四個風險 第一個風險是在payment systems 也說到未來的支付我們通常最早講買披薩 但是到現在根本也沒什麼多大的進展 很多人商家還是不敢使用 使用之後未來真的使用的話 請問如果發生交易糾紛 這個交易的風險要怎麼去管理他 這是第一個payment system的risk 第二個是consumer protections 你用我們一般的消費有消費保 那請問我用加密貨幣在加密貨幣的交易世界裡面 我要怎麼樣把我現有的消費者保護的機制套用上去 這是第二個risk 再來第三個當然就是各種詐騙 elicit finance 各種洗錢詐騙等等的在加密貨幣領域頭 那請問政府要怎麼去管他 這是第三個risk 再來第四個financial stability 就是我們同樣如果要發加密貨幣 或者是發數位貨幣的話 請問他未來跟我們傳統金融市場之間 是什麼樣的關係 他是並行的呢 還是某種的掛鉤 那在這個圈子裡頭 如果發生了各種的倒災風險 會被引發雷曼式的骨牌風暴 進而影響了總體經濟 這個是財政部他給拜登 白宮的這個分析當中所提到的 這四個risk 所以總的來說這份報告是提出一個警告 他其實認為加密貨幣這個科技 未來沒有監管就沒有安全 這個道理大家都懂 就是說因為不管怎麼樣 就是說這種的數位貨幣 不管他叫做比特幣 不管他叫做以太幣 他都的基本的問題 就是他的使用性 就他他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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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有問題的時候找誰負責 大概就就就不出這兩個問題 那當當你不能解決這兩個問題的時候 他就永遠是小圈圈裡面的話題 大家就覺得就只是就只是泡泡沫 所以所以就是當有一天 或者說到今天為止 對沈云聰來講他手上沒有數位貨幣 完全不影響他的生活 那你說數位貨幣有什麼作用 我們應該把這兩件事情分開來講 剛講的這個加密貨幣 他背後其實是區塊鏈的技術 其實現在他們在更關注的是 這個區塊鏈技術 未來是不是可以成功打造出一個 理想的去重新化的平台 但是數位貨幣就不一定 因為數位貨幣不是只有加密貨幣 而是可以是由中央統籌 所發行的一個數位版的貨幣 就像中國大陸現在所發行的 那個實驗一樣 那美國央行歐洲央行 大家其實都在準備這件事情 但是發行數位貨幣 其實從白宮的角度來看 也是很分歧的 美國其實幾個聯準會的看法 也都是衝突的 像美國的這個費城聯準會 其實是反對發行美金數位貨幣的 因為其實我們都知道 數位貨幣就可以取代我們現在很多東西了 我們現在所有的現金被取代掉了 我們現在連信用卡都可以被取代掉了 就跟現在的大陸一樣 對啊 我幹嘛 我其實有手機 手機上有一個數位錢包 這個數位錢包存著就是我的所有的數位貨幣 那我為什麼出門還要帶這麼多的錢 但這個其實我們可以想像 它已經不是什麼趨勢 而是實際上可行 但是央行在真正要大幅推廣的時候 都還是會猶豫的 因為中間 他猶豫什麼 我猶豫什麼 對消費者來講 錢又不會變多 我的數位美元如果是1萬美元 我現鈔也是1萬美元 又沒有變多 那他擔心什麼 擔心第一個 他會擋人財路 為什麼呢 因為未來如果是由中央銀行來發行的 數位貨幣的話 那其實我為什麼還需要中間的商業銀行 我當天可以直接消費者 湯香榮來一處接到我這邊 我就可以自己搞了 過去因為整個金融發行體系太龐大了 一樣搞不來的 所以他才會需要很多的中介的商業銀行的存在 但今天 這個很重要 這些非常重要的 整個金融體系扁平化了 所以你就可以想像 它背後多少的lobby在裡面 再來第二個 大家想想看 如果這個貨幣是這麼的安全 這麼的好用 利率什麼都很穩定 然後你可以在上面做各種的選擇 傳統金融商品怎麼辦 到時候如果是由美國聯準會 美國央行發行的這個數位貨幣 要告訴你 它就是全世界 它不只是safe 不只是安全 而是ultra safe 是超級超級超級安全的 一個一個一個貨幣儲存的形態 那我還需要做別的事情嗎 所以別的類型的商品 別的類型的工具 它一定會受到影響 所以一旦他們受到影響 資金都往這邊去的話 大家還拿錢出來投資嗎 大家還拿錢出來做其他的金融活動嗎 所以剛剛講的費城電準會 其實就擔心 剛剛講的一連串的現象 就會帶來整個金融市場上的不穩定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美國的 中銀行界這個看法 其實蠻分歧的 那覺得 因為其實就趨勢來說 老實說我認為是很難擋的 而且它就它的使用性安全性 各方面來說 你都沒有擋它的理由 因為它相較於 我們現在發行資本的貨幣 你看現在查爾斯登機之後 還要去改版 這多煩啊 還要去砍他的臉 但未來如果是在 諸位貨幣的環境底下 其實以上的這些沒有效率的 過去的老舊的貨幣發行形態 都會被淘汰 所以現在其實我們現在處於一個過程中 其實所以為什麼加密貨幣大概在觀察 就邊走邊看 看看這樣的數位形態的貨幣在未來 不管在使用上 還是在投資上 還是在保值上 還是在炒作上 有可能的各種 我們現在預料到的 包括剛剛講的這種風險 政府有沒有什麼辦法 然後市場上是怎麼看待 會怎麼運作出一個 大家可以理解跟可以接受的遊戲規則 好 因為我在想數位貨幣的時候 我在想說數位貨幣明明在技術上面並不難 而且對於金融管理來講 其實反而是方便 那又可以免掉就是說這些紙張的消耗 貨幣的髒亂 破損 回收 偽造等等的問題 那同時對那些的犯罪行為 比如說貪污 行賄 其實也有很好的防賭的效果 就它會讓金融黑暗的那一面 少了很多的機會 因為行賄幾乎都用現金 就跟無辜數針一樣 提現金來一來一去 看到現鈔除了開心以外 就像有很多的貪污犯被抓了之後 家裡面都是滿坑滿股的現金 否則莫迪那個時候也不需要換新鈔票 就是讓所有的這些貪污 通通的都瞬間都變廢止 好 那數位貨幣不錯 我在想說有一點 是我當然我一直沒有想清楚的 就是說它對貨幣的乘數效應會有什麼影響 這也是一個變數之一 OK 因為你知道乘數效應是 所有金融體系裡面的動力來源 就是如果沒有很強大的乘數效應 你的貨幣發行 我要透過增加發行量 要來創造一個貨幣流通 產生經濟的刺激效果或者收縮的效果 它的能力就會大幅的微縮 它會被影響到就央行在做金融工具的時候 金融操作的能力 那什麼叫陳書項 我簡單講 比如說 比如說你知道美國的 美國的銀行體系裡面 它實體印出來的美元 就是美元抄票 實體印出來有多少 現在大概是6兆多美金的實體的鈔票 可是在美國的金融體系裡面的M1 就是實體鈔加上活存 加活存大概是20兆 那換句話說就是3.5倍 如果再加上定存大概到22兆 那個多出來就是 我明明只有6兆多的美元 是實體在印出來 那為什麼會大家的存款會有20幾兆呢 那就是乘數效應 那那個乘數效應會不會受影響 那就是個問題 好來進廣告 回頭之後記住跟沈云聰聊 好 非得不忘非得早餐 我是男嘉隆 禮拜三的時間 沈云聰的時間 來我們接下去我們來關注一下 沈云聰最愛的保時捷 要IPO了 那第一個就是大家 保時捷還沒有IPO嗎 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樣 因為我那種車根本就是 我經過的時候我就很刺眼 我連摸都不敢摸 那第二個就是說 IPO怎麼樣呢 所以保時捷 那為什麼 如果他過去沒有IPO 那都已經老車廠了 那為什麼這叫IPO 好了 你娘很興奮 都不知道興奮從哪裡講起 你買得起 你覺得你買得起 對了你買得起保時捷 我覺得我買不起保時捷 可是我會想買保時捷股票 為什麼 為什麼 好賺啊 你知道我們一般的車子 就只能低價 因為走中低價格的路線 你要去考量消費者的荷包跟所得 但是像保時捷這種等級的車子 其實價格隨你開 假如你賣得掉 價格都是賣方可以喊出來的 所以這是為什麼像法拉利 保時捷這種 他的毛利都是很高的 毛利都是兩成以上的 但是一般的車廠可能就沒有這麼好 所以他基本上 為什麼IPO會引起大家注意 因為很多人都已經瞄準 這種高級車牌 車的品牌 能夠成為他的股東很久了 那這一次 因為保時捷其實背後母公司是 Folkswagen 因為Folkswagen在2012年就把它買了之後 那買了之後 因為保時捷真的很賺錢 所以Folkswagen這幾年的獲利 其實都靠他養 是他底下的經濟母 那現在賺了10年之後 他準備把它IPO 這個IPO其實從今年年初開始傳出來 大家就已經在看了 結果果然現在他終於正式在 禮拜天宣布 這個計劃現在開始要展開了 那這個展開其實 老實說市場上能夠買的股票 也就是特別股 其實沒有投票權的 而且流通的比率也不是太高 為什麼 因為很好玩 大家知道嗎 保時捷現在總共的股數是多少 多少 9億1100萬股 9萬萬 就他的經典錯了 對 然後他實際上他整個股權的結構 是把這911 million 9億1100萬股分開成一半 各一半 一半是4550萬股 另一半是普通股 另外4550萬股是特別股 普通股基本上還是掌握在 他們自己手上 以及原本的保時機家族 他們只有在特別股的部分 播出25% 然後拿出來IPO 然後裡面還有一些是會被 這個凱達的基金 要4%多 其他的才發行出來 但不管是 即便是這樣 大家其實都還是很看好的 因為他現在預計的IPO的股價 每股可以來到76.5到82.5歐元 所以換算下來 如果是在這個價格區間的話 那也代表著保時機這家公司 未來的市值會是700到750億歐元 搞不好還可以更高到800億歐元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是代表著第一個 它將會是法蘭克福股票交易所史上 規模第二大的一個IPO 僅次於德國電信 也是歐洲第三大的IPO 大家知道這個IPO在這個時期 以前推出是非常帶種的 我認為他是一定是已經算準了 他穩贏不輸 才敢蓋在這個節股眼上IPO 對啊現在歐洲的群是那麼爛 歐元這麼這麼這麼便宜 是啊 股市這麼的冷清 對 那他為什麼挑這個時候呢 你在今年以來的IPO 歐洲美國都是很冷的 你在美國雖然有偶爾零星的IPO 但是都是中小規模的小孩 美國今年已經有240多天 沒有出現過5000萬美金以上的IPO 所以說基本上沒有大大型的新聞 歐洲當然更是啊 而且歐洲現在接起來 德國上次我們聊過 整個狀況其實是麻煩很大的 照理說股市大家不太敢輕易的出手 所以你覺得自己比較有希望的大咖 都現在不要出來玩 你免得把自己給玩死 Foxwagon這一次還是按照原定計劃 要在10月份出手 我認為他已經從頭到尾都已經準備好了 包括我剛剛講的 已經可以談好的法人 有錢人 唐湘隆 能夠找的其實都已經談好 所以市場上出來 我認為他已經預估 願意買他 願意因為買不起保時計 而要買像我這樣 要買保時計股票的人一定很多 所以我不知道他接下來 整個更完整的計劃 不過我相信他一定是很有把握 才會做這個事情 好 那我問你喔 你開保時計跟我開Voxwagon 到底有什麼不同 就說為什麼男人 第一個講到保時計的時候 就是那種嘴巴藏不住的笑意 就像你剛剛一樣 然後那種眼睛會發亮 就瞳孔會自然放大 那鼻孔也會收縮 那而且坐在副架座上面的 一定腿要很長 裙子要很短 頭髮要跟著保時計 在飆的時候要會飄的 那種的美女 為什麼 我覺得那是一種電影看太多的刻板想像 像我兒子就發現了截然不同的事實 因為我們有時候開在高速公路上 旁邊就會看到超跑 那超跑開超跑的人都超喜歡把車窗搖下來 沒錯讓你看看我 我只要不是不是看你要看我看我的臉 然後呢 有一天我兒子就發現 他說爸爸 我看你還是不要開超跑好了 我說為什麼 我發現路上開超跑的都是老爺爺 真的我們好幾次看到的都是中老年的人在開 而不是你想像中的 我知道林子儀 我也是看到林子儀在開 周杰倫 當然他們都有 但我好像比較少看到 我能夠在周末高速公路上看到的都不是這些人 也許這些人都是半年 年輕人都半夜出來開 也說不定 但是能夠在周末大白天出來開的比率上都是老先生比較多 所以我只是說 我看你還是不要開算了 但我們其他並不知道老爸根本就買不起 那在副駕駛做的事是怎麼樣 其實有兩種可能 第一個就是空的 要嘛就是在的老太太 我是說真的 你看一副很失望的樣子 他們是要去巡短嗎 我告訴你才不是這樣 而且你不要忘了 我開那個爛破車 我都可以跟他並駕齊去看到裡面的人的樣子 所以你想想 不敢開太快 他老先生不敢開太快 對啦 我跟你講他是另外的一種 有錢有錢之後 就是有錢有錢出來溜一溜 跟溜溜狗一樣 就是有的人溜溜 你有沒有看過在溜表的 你看過嗎 溜表 沒有 你沒看過對不對 我告訴你 我有朋友 他就是要溜表 他那個機械表 一隻少折都是幾十萬的 那每個一陣子他就要出來溜表 他溜了溜表的風險很高 因為如果像我知道的人就知道他那一隻手上啊 大概都幾千萬 不懂的人就根本對牛彈琴 對就是一隻手都幾千萬 那他就是兩隻手掛的滿滿滿的 然後就是跟散步手 手要這樣晃 要晃你知道嗎 要上鏈 要不然會停 對對對對對 但是一隻一隻上 那要上到什麼時候 所以他幾乎呢 每一個禮拜兩天就要出來溜 或者因為在屋子裡溜 我警衣夜行沒有人看 那種又想要人家看 但是又怕人家搶 那種的矛盾 那有的人呢 就是溜車嘛 哎 就是每個人要趴開一個車 都要溜溜 可是我說那是一個偏差樣本 是因為實際上面 這種的超跑的市場 這幾年其實年輕人 居大多數 那當然大家認真分析這一部分 說你年輕人哪裡來錢 他就發現就是說 有很多的年輕人 並不是他們真的多厲害 而是當他們開始有 有就是耐久才的消費能力的時候 他覺得買房子他買不起 那買車子OK 或者租車子 對那租車的也多 就是現在很多的超跑成租的 所以你看到的 你不要太高興以為 哇這個我男朋友開的超跑 買超跑來接我了 那搞清楚那個租可以租得到 所以在把妹的時候 有的時候是有用的 Kishin妹啊 Kishin妹啊 要睜大眼睛啊 不一定啊 有很多的妹子 要能夠在副駕駛座 做的時候 他都會精心的打扮一下 符合那個 就是如果條件不夠好 結果那個天窗一打開 就是你看到看到就是說 那種周圍都失望的表情的時候 那個感覺也很受傷啊 對不對 不管了 我其實不太管超跑的事情 我覺得有機會買超跑的股票還蠻酷的 好 那最後來我們再來關注一下 就是因為今天 當我們在錄影的時候 再隔兩天 因為本周是全球超級央行周 就是有十幾個國家 重要國家的央行 這個都要開會 開會大概方向都只有一個 就是你要升級嘛 幾乎每個央行都一樣 除了俄羅斯以外 俄羅斯現在都在都在講 其他大概多少你要升級嘛 那當然關注的是美國的FOMC 好 那美國升級 因為之前八月份的通膨數數字 不如預期 所以他說升四嘛 會嗎 有可能 現在大概主流都說會升三嘛 但是我還是認為不能排除一口氣升到四嘛 那那個會是一個利空出境嗎 不會 不會 還會繼續升 還會再繼續升的 因為接下來還有11月 接下來還有12月 那現在看起來央行的態度 應該是我寧可 寧可升的猛一點 快一點 趕快把通膨壓下來 我也不要因為升的太慢 還通膨失控之後 我成為歷史罪人 所以這個是現在美國聯準會的 一個很重要的心理狀態 因為他們往前看 那個福克爾時代的 的這個通膨歷歷在目 那當時之所以 為什麼在卡特之前會整個的失控 就是因為聯準會太過的保守 不敢大刀闊斧的採取 然後福克爾給他立了一個這麼大的點放在那裡 所以現在大家是說 當然每次你動不動就提到 福克爾 你看你看人家福克爾這麼大膽 你們敢不敢 你們敢不敢 然後你看最近我看到這個 Robert Schiller 像諾貝爾經濟學長得主 他其實就是說 他說如果我們真的面臨比較長期的 擺脫不去的通貨膨脹的話 他認為這是我們民族 我們國家的一個重要的恥辱 他覺得這是政府 聯準會對不起老百姓才會這樣 否則這是一個在政策上 有辦法預防的現象 我們不應該錯過這樣的一個時機 所以你看在這樣一個論述背景底下 我覺得現在美國聯準會的壓力是很大的 我覺得三碼是基本的 但是現在當然可能不到30%到20幾的分析師 預估可能有機會到四碼 但是我覺得這個四碼的機率也還是蠻高的 至少他們今年最後還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我說聯準會可能一起 想把2023年要升的經驗全部把它搞定 這也是另外一種可能性 那如果是這樣 他當然對金融市場的衝擊是非常大的 所以你可以預期未來整個資金的緊縮速度 會比原本預期下來的高 好 當然因為這個看起來是一個長長期趨勢的問題 不過因為我個人對於聯準會對這些國際的 這些所謂的經濟學家 這些專業的這些銀行的這些專家 我越來越不信任 因為你回頭看過去看他們兩年 他們預測從來都沒有準 他們還是有良情效應 不敢講大家沒有講的話 對 都沒有準過 相反的基本上面都是在這種加碼的狀態 航空的時候就加空 航多就加多 就是一直都是這種狀態 所以助長助跌的情況往往是這些人 不過以這一波的升息來說 我覺得是絕對確定的方向 我們從6月以來你看 剛講這是超級央行週 其實全球的20大央行 如果把6月以來大家升息的這個點數 算起來就知道很恐怖 20個養好我看到一個數字 應該是金融時報算的 總共6月份以來加起來升息了860個基點 Basic Points 所以一碼就是100個基點 所以等於加起來升息了860個基點 這個是史上非常罕見的一個積極的動作 好啦 我其實這幾個月的時間這一年來 我覺得一方面我對你的那種的敬佩 已經到了無以復加 再來我也覺得很遺憾 就是我記得大概幾個月前 沈英宗跟我說 你沒有買到美金是嗎 買美金 然後我說買美金 那時候台幣在脫離27.5 開始有點要往28靠靠近的時候 沈英宗說買美金 我都沒有聽他 但我從來都沒有聽過沈英宗的 但是你今天回頭去看說 就像沈英宗今天所累積的巨量的財富 是有道理的 好 感謝今天到我們現場的沈英宗 謝謝 感謝 希望沈英宗所提供的這些國際專業的財經的 有的時候看起來是一些小新聞 但裡面都有一些大大的學問 對大家理解國際的財經事務有幫助 好 下下個星期三 沈英宗再來 來進廣告回頭新聞